假设cotension theta呢是4分之负3 而且cos theta大于0 那么呢我们要求5倍的sin theta加上3倍的cos theta 分之3倍的sin theta加4倍的cos theta的值为多少 好那我们已经知道cotension呢是负的 而cos是正的 cotension要是负的话呢 有可能是在2或4向线 而cos要是正的呢 就必须是14向线 所以综合起来我们的c大值 它就是属于第4向线 好那我们呢在第4向线画一个参考角 而cotension的部分是等于4分之负3 所以y分之x等于4分之负3 我们y的地方呢 必须要取4 x呢必须要取负 呃取3 好那这边呢 345 好那因为是第4向线 所以x是正的 y是负的 所以我们在4的前面取一个负号 好所以3这边是正的 4这边是负的 好那我们把三角形换个方向 r的地方是5 x的地方是3 y的地方是负4 所以我们原本的式子 好原式呢 就会等于多少 5倍的sine c打 好sine呢是5分之负4 所以乘上5分之负4 再来加上3倍的cosine 好cos呢是5分之3 好一样的分子的部分 3倍的sine是5分之负4 加上4倍的cos呢是5分之3 好我们来做运算 好分母25 啊不是是5 不是25是5 好分母呢是5 然后分这边呢分子是负20加9 所以负20加9呢是负11 好那分子的部分呢是5分之多少 负12加12 所以5分之0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整个数呢它就会变成0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要选a